徐朝鮮拆到那個律師 講到家長說要跟你講 徐朝鮮辦的那個協調會 找律師出來是要恐嚇家長 對啊 那所以說像在這個蔣灣的時代 教育局跟社會局也是互踢皮球 教育局就說沒有啊 他只好跟那個司法單位 就是跟警察報案 沒有跟我們報案啊 可是設政單位知道嘛 那設政單位為什麼沒有在第一時間 就跟教育局講 就是說這個有問題 互相掩蓋 對啊 所以說這個就表示說 蔣灣的這個不管是教育局 還是社會局都有很大的問題 所以關鍵要講 我要問的是臺北市政府 這麼多的問題 包括你看臺智光的問題 陳從文現在被起訴的問題 怎麼可以放任一個議員囂張 什麼這個樣子 你台北市政府 拜託啦 所以說不論是柯文 只有蔣灣他們現在就推給說 中央的這個法令不夠 他們不能保護右頭 錯了 不要拿這個法令當遮羞部 過去的法令你就可以請這個毛信家人 就離開了 那也是說這個後來這個衛福部保護師 也是說這個案子 你為了公益起見 你可以報導這個幼兒園的名稱 都沒有問題 但是那時候這個講完也都沒有啊 他新聞稿裡面都沒有把這個幼兒園的名稱講出來啊 告訴你啦 都是在包庇啊 其實 螂絲不續聘啊 而且是永遠不續聘 行文各個教育機關 終身不得續聘到任何教育機關去 早就在做了啦 臺北市政府也曾經做過這麼一件事 有涉及這個的也一樣行文所有的機關 所有的學校不准聘用這個老師 早就有了對不對 我沒說不對嘛 沒不對嘛 對不對 是啊 這本來都應該是如此啊 早就這樣子了嘛 對不對 所以我在說的想說 每次政府這個時候 尤其柯文哲說 啊 哎呀 要檢討 要檢討法令 他把責任推給法令 後來這樣 用口我現在應該講說 蔣萬安今天道歉 受害的家屬 受害的小牌子的爸媽 不只只有一位 不是道歉一次就全部解決了 今天家長要提供這個東西 甚至於連當天開會的時候 要調監視器 監視器 連原方他們都不願意提供給教育局 你教育局當時候應該強制的下去做 反而沒有做 多了這些小朋友受害 原方不提供給教育局 教育局多點點 這個地方當天開會 就沒辦法了嗎 當天開會就很健常 裝監視器 是那個法規有規定的 來看一下 很簡單 就交給副優隊 副優隊就一去就掉了嘛 教育局一定可以掉 當然可以掉 行政調查就可以掉了 來 副優隊的援警 為了這個案子一個多月沒有休假 然後呢這上面寫說 一個月 七月七號往前調 一個月監視器畫面 原方不願意 原方行政有給教育局影片 但是不全 這個東西 講萬了 我應該是講的說 你們該行政調查 不積極就算了 你今天道歉一次 不夠 不夠 你所有的小朋友家長你親自到他們家 登門道歉都還不夠 講萬漢不要因為只要道歉也不要為了你網路 聲量也不要因為你的負面評價而道歉 真正的道歉是在於你整個事情完全不積極的做事 所以我要講的就是說對這些小朋友 他長大了以後的那個陰影情何以堪 你不要以為小朋友會忘記 因為我們人會有個潛意識 但他長大以後也許他哪一陣 有一陣就突然間驚醒驚醒 因為都是小時候的這一個 常常有這一些 我們在看到佛洛伊德的夢的解析裡面 告訴我們這一些很多 為什麼在行為科學裡面會有這些事情出來 就是因為他從小的那個陰影 譬如說你小孩的時候 他在桌上床車下去 以後變成懼高症 有類似這樣 那個是佛洛伊德 當然他的心理學 佛洛伊德當然他的心理學不是百分之百對 但是他提出了很多潛意識裡面會產生的 我們這些以後的孩子就會產生這些問題 這才是我們關心的 不過在這裡我們再看一下新竹市跟新竹縣 新竹市民跟新竹縣民是苦情節滅壞 是怎麼大人這麼衰 不過楊文科被起訴以後 黃國昌竟然雙標 看顏色說話嗎 他稱楊文科土力不是貪污 不同於鄭文燦 吳靖宇說土力比貪污更恐怖 因為損及的是更多人民的利益和生命 網友狂酸 小蘭昌 好溫柔 這已經不僅是雙標 愚蠢 到連腦袋也中標 土力不算突兀 應該不是在康奈爾學的 比較像是在卡提諾學的 先幫柯主席的官司帶個風向 土力廠商不比貪污嚴重 黃國昌 你的託主啊 你的法律打得卡車拼了 我懷疑你到底是不是讀法律了 你的刑法到底有沒有讀 你在康南爾是讀民事訴訟法的 怎麼刑法忘光了 貪污自罪條例裡面第四條 第五條第六條 第四條違背職務受惠罪 第五條不違背職務受惠罪 第六條叫土力罪 第七條財產來明不明罪 通通叫做貪污罪 你是沒貪污嗎 來來來來 看個相關報導來 新竹縣長楊文科涉貪被起訴 打貪接壁高分配的民眾黨立委 黃國昌反應是 他被起訴的是土力 不是貪污 那代表是說 檢察官沒有查到金流 他沒有查到金流才會土力 你如果有金流的話 就跟鄭文燦很像是貪污啦 黃國昌這話 讓網紅四叉貓忍不住回响 沒有咆哮叫楊文科辭職 就是打假球 網友也猛酸 小藍昌好溫柔 這已經不僅是雙標 重新定義貪污真的很會 2.5億不乏所得被沒收 叫做沒有金流 資深媒體人黃創夏 也在臉書發文問 文燦文科下一個會是誰 不少網友的回答都是文哲 到底下一個會是誰 黃創夏認為 很多人緊盯金華城 北市科的最新進度 也有人推測7月24號 高鴻安的一審宣判 霍林寺廟的審判進度 他也提醒立法院進入修會期間 國會保護傘無法避應立委 檢調也會把握時機 黃創夏預言 一個大肅灘告發的時代 即將展開 我們再看一下 卓冠廷又報 風采520結構歪斜 這是楊文科的事 新竹縣政府說 照片是去年的舊照 現況安全 不過 你不看那條石的 那一天而已是歪的 你看 這樣啦 恐怖 去年舊照現況安全 真的嗎 大家也可以問 新皇 聽說你住身體了 恭喜 我本來想說我是新竹市 那個照片是新竹縣的 但是好像我們新竹市 前一陣子失火的建案 晴空會好像也是 風衣監測蓋的 所以好像也沒有辦法自分事外 我告訴你 恭喜 對不起清皇 好像有點幸災樂禍 對不起 抱歉 那真有事 但是這個建案是真的很誇張 即便那個新竹縣政府說 這個是這個搶險之前的照片 但是他這個案子裡面 在檢調的起訴書裡面 其實在寫說 讓大家看了 還是覺得驚心動魄 為什麼驚心動魄 這個大家去看 因為這兩天 楊文科一直出來講 那個兩億五千萬 不是我拿的 那個兩億五千萬 這個這個不是我拿的 所以你叫我們 叫我還出來 那個都是亂講話 都是別人的抹黑 他說他們有拿兩億五千萬 但等等 我們也不是講你拿了兩億五千萬 我們在講說 應該說檢調起訴 就是說你兩億五千萬 等於是你在圖利 這個建商圖利出來的 為什麼這樣講 剛剛為什麼勇哥給大家看 那個圖看了驚心動魄 各位要知道 那個地點是祖北很好的地段 在風一起來 等等後面 然後在祖北主幹道光明六路 跟志強南路口 然後附近是一個很好的學區 叫石新學區 然後那個那麼好的地點 你知道周邊有很多的住家 就因為這個建案 這建案要蓋多大呢 往下挖六成樓 往上要蓋三十二成樓 這麼大的一個建案 然後打底的工程裡面偷工 檢料 這是檢料起訴書說的 結果導致旁邊的住家 包括像大有可為這些社區呢 出現了地層下限的狀況 然後他偷工檢料部分 你看在檢料起訴寫至少三大塊 第一個 往下的H鋼梁 本來應該要做到三十三點八公尺 結果竟然只有到十八點五公尺 他把它縮減 這個部分讓他省了一億五千多萬 第一個 第二個 他的這個下面 因為沒有H鋼梁 所以他改用混泥土的地質改良裝 結果本來要做二十七公尺 也給他縮到十五點五公尺 這個部分讓他省下兩千六百九十萬 第二個 第三個他的地質改良裝呢 結果看一看看一看 發現說長度可以改還不夠 數量也要改 數量把他從一千八百七十三支 縮到只剩下一千一百零三支 這個部分讓他省下將近七千萬 所以三比加起來兩億多 那你就要問養溫科了 請問有沒有因為你縣政府放水的過程 而讓這個建商少了兩億多 而且造成周邊住家潛在的生命危險安全 到目前為止 周邊仍然有住戶的自救會 還在持續認為說 你這些東西趕快復原 不然我們的身家財產 全部在這個地方都有危險